黑色鐵皮屋頂整片傾斜倒塌在素食攤裡 磚瓦掉落的地上 天花板上的日光燈管也被砸落 現場一片狼藉 有名就買菜買到一半 突然聽到巨大聲響 分分圍到攤位前看 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從現場的外觀來看 是有頂樓那個女兒牆的牆面 那個石整個磚片 整塊牆面掉落去把那個屋頂去砸壞 事發在26號早上9點多加以的東市場 因為正在進行市政府工程 壓到一旁的矮牆 牆面掉落下來砸到屋頂 鐵皮屋瞬間倒塌 素食攤老闆和老闆娘閃避不及當場被壓住 這樣下來 看來撞幾下老爺 怕這個嗎 撞一下 有 好大聲 震一下好大聲 大家 很多人都去那些討論來看 被壓到的這對素食攤夫妻 在市場已經賣了40多年 老闆當時正在洗菜 被掉落的棚架擊中頭部 當場頭破血流 老闆娘則是肩膀受傷 兩人被送往醫院治療 造成我們兩位的攤商老闆受傷 他在此感到非常抱歉 好端端在市場工作 天外卻飛來一面牆 不只壓垮屋頂 還讓兩人都受傷 實在很衰 幸好夫妻倆送醫後都沒有大礙 記者後果馬嘉瑜 嘉義報導 接著一個派手期 Bod 寶寶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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寶